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生怎么办 一日三餐怎么办 停电怎么办 小仙女 这两个杯子是合作方送的奢侈品 老大特意把它们背回来的 所以对老大肯定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建议你赶紧把它们放回去 老大他不喜欢别人碰他的东西 就连我都不行 而且你想想 这种杯子是直接碰住嘴唇的 老大他有洁癖 他肯定更不喜欢 赶紧放回去吧 大神 我可以用你的这个吗 肯定不行 可以 他说可以呀 什么情况 采访一下 你是有什么勇气问老大了 那有什么不敢问的 他又不是洪水猛兽怕什么 你是不知道这杯子有多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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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有情况 行了行了 两杯就行了 你们家大神让他喝温开水 那样 好 对了 二哈 我们后天要卖汉服 你要不要去我屋里看看款式啊 当然 不行 我实在是太累了 要不然你去屋子里边 把那些衣服拿出来 咱们在客厅展示这又关着 也方便看 我给饭 那你休息一下 我去拿汉服 你帮我参谋参谋啊 好 你跟小夏女生处得很默契啊 而且你居然亲口让我帮助她 那说明她在你的心里 肯定特别地重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全都找了吧 我保证不会乱说 你说像我这么优秀的人 你应该怎么补偿我呢 一周的休息 三天的海鲜盛宴 我知道 巅峰之战的顶级装备 你送了一个 老大 你太好了 我又被你感动了 我又可以医生想 我可以送给你一张精神科的诊疗卡 喜欢吗 讨厌 来了来了来了 看看啊 好看好看 五彩平分的 还有这个 老大 快 走 回忆 走 出来 走 快 走 出院 来啊 不怕伤着自己啊 对 对不起 欧阳 我 我去收拾 乃东西收拾一下 对不起 大神 真的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这个杯子 肯定对你很重要 你放心 我赔给你 赔 你学历吗 确定 这个是我打算的 我肯定要负责呀 你告诉我多少钱 我马上就给你 好 一千六百四 好